今年頭8個月 警方拘捕近4000個傀儡戶口持有人 較去年全年多近一成 當局會研究為涉及租賣傀儡戶口的案件申請加刑 提高了客力 騙案未有壓制跡象 犯罪集團往往得手後 會找市民租借或售賣戶口 然後利用這些傀儡戶口轉移騙款 今年頭8個月 警方以涉嫌詐騙和洗黑錢 拘捕了3958個傀儡戶口持有人 涉及投資、求職、網上情緣和購物騙案等 數字已高過去年全年 更加較前年多近一倍 這些傀儡戶口持有人 除了報稱失業和低收入 亦有學生、甚至有教師和護士 他們每次可以獲得幾百至一千元的酬勞 一方面有金錢利誘 另一方面有所謂不同的藉口 讓人們交這些戶口時 感覺上舒服一點 自我感覺良好 朋友需要 還要說是正當活動力聲稱做生意 犯罪集團為逃避警方追查 將死事的身份交出來 警方早前說 傀儡戶口持有人角色和詐騙集團沒有分別 在法庭判刑上亦可看到 其中兩宗求職騙案 有四個18至30歲的傀儡戶口持有人 原本被判囚22至32個月 警方之後向法庭申請加刑 最終分別加監到26至36個月 警方說未來會與律政司商討 繼續受傀儡戶口案件加重判罰 向法庭證明到案件的普遍性 嚴重性和對社會的傷害 傷害無論是身體上的傷害 或是經濟損失上的傷害 都是包括的 希望犯罪者得到最大的懲罰 提升阻嚇性 警方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借出 或售賣自己的個人戶口資料 若果乾犯洗黑錢罪 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 和罰款港幣500萬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導